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下禮拜的活動 就是這個新的天選卡河 因為希臘他要救急熔練 所以他就開了這個跟希臘有關的天選卡河 叫做奧林批斯的巔峰 那這次的天選卡河裡面只有13個角色而已 因為跟希臘熔練的同時 這個大河系列 就是天造、納奇那系列會有開放一個昇華 所以呢 這個卡河裡面就是希臘加大河 總共13張 希臘5張 大河8張 那也沒有像之前一樣分那麼多獎 就只有大獎跟二獎 兩種這樣子 大獎就是五屬希臘神 抽到的話都是救急熔練型態 可以省掉很多素材 那再來是二獎的 八張大河系列 那基本上這個小獎都是廢物 都沒什麼在用了 我們直接一點講 都沒什麼屁用 納奇現在也沒屁用 閱讀 可能五星閱讀放在 殷奇都裡面還有點用 不過其實我覺得沒有也沒差 因為我從來沒有用過 這個五星閱讀 因為我自己沒有 所以我都是用其他的去替代 所以現在也沒什麼屁用 天造的話我覺得也用不到 可能有一些對天造有愛的人 還是會拿他來當隊長 但是至少我現在是已經沒有在玩了 反正這幾張 就算加了昇華 還是廢物 可能要等這個解放之後 看有沒有辦法像孫策那樣子 就是復活 好 那再來還有一些備註 就是 它有重置功能 跟之前的天選卡盒一樣 每天可以重置一次 大獎角色為Omas狀態 二獎角色為進階一等 其他就是包括這些小獎的部分 反正都是垃圾 然後再來的話 累計18抽獎勵為 人面條3 然後西亞神會開放就職 大和開放昇華系統 前能解放系統 下一個版本開放 所以有確定了 這個大和系列即將要前能解放 不過目前還不知道技能 到底怎麼樣 然後他出這個天選卡盒 你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抽 不過他蠻久的 他到8月2號 所以其實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現在的話呢 其實不太建議大家去抽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些卡片吧 這個無屬西亞神 在昨天的GNN影片 已經釋出了他的救急熔練的技能 不過大家普遍來說 都是不太看好的 那因為我也 還沒有玩過嘛 但是看字面上來說 其實感覺是有點擔心的啦 那禮拜一的話會有一個 這個直播來實戰 給大家看 到時候我是覺得 等實戰完之後 大家再決定 要不要去抽這個系列 因為這系列裡面 這個天選卡盒裡面 真的是太多糞卡了 包括五張很雷的小獎 那三張大和系列 現在也沒屁用 解放之後呢 也不知道到底強不強 而且到時候解放啊 一定會再重開卡夾 所以你一定也是有機會去抽到的 就算不抽這個天選卡盒 也沒差 所以希臘 你說真的 你抽這個天選卡盒 只是為了他的這個素材 因為你要把一隻角色 從這個原始 升到這個救急熔練型態的話 要花非常多的素材 主要是為了省這素材 不然其實這五屬希拉 非常的好抽 這個大卡池 撈一撈就很容易拿到了 所以現在 現階段來說的話 其實並不建議大家馬上抽 可以看完實戰再決定 好 那以上呢就是這次的天選卡盒介紹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 下小鈴鐺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